这是个常见的问题 一般来诊断的患者 或是准备做手术的患者和家属 常常会问到这个问题 传统手术 一般咱们都采用的是 普通的外部内扎术 或是自创切除术 内置注射术 这一类的手术方式 微创手术 它现在咱们主要都采用的是 像PPH 这叫质胀粘膜黄切丁核术 或是TST 这是选择性质胀粘膜切除术 还有RPH等等 它两个 首先你要清楚 你自己得了是哪一类的疾传 这个痣 常规来说 分为内置外置混合症 内置分为四度 外置又分为静外曲张性的外置 血栓性的外置 炎性外置 和节地组织性的外置 混合症就是在同一方位 又有内置又有外置 所以先看看得了哪一类的疾传 像那个一期二期的这个内置 就是还有小的这个炎性外置呢 或者有小的血栓外置呢 这个都可以保守治疗的 有的呢 就是说是 你要是保守治疗无效呢 也可以做手术 像那个注射疗法呀 或者 痔疮切除术呀 这都可以用传统手术来治疗 像你 比较严重的痔疮 严重痔疮呢 就是说是 环状混合痣呀 或者混合痣 扮入痔疮膜内脱垂呢 临床呢 经常出现便携也比较严重 有时候痔疮呢 脱出的时候也比较严重 这时候呢 咱们就采用这个 微创疗法 微创疗法呢 它主要是 根据钢垫下一首学说呢 就把那个 钢垫的往上提的原理呢 这样子设计的 微创手术 它痛苦小 痛苦小 它创伤呢也小 愈合的也快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又提出一个理念 什么理念呢 就是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就是把 微创的治疗呢 和部分传统治疗 相结合 像我们平时